聽說你是喝酒不付錢 也喝酒喝不醉的 我會自己想要到QD 聽說你是講話口齒不清 講話不清楚 會把官方網站講成 官方網站的靈魂調酒師 卡卡 大家好 我們是QD卡卡 又到了十二星座的跳舞時間 今天我們介紹的就是牡羊座 牡羊座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星座 對房子都充滿了積極的態度 沒錯 牡羊座除了個性熱情之外 屬於火象星座的他個性也非常的衝動 所以常常會做出一些令人懊悔的事情 而牡羊座更喜歡無居無束的生活 天生就是一個自由的追求者 我已像這樣的星座 今天來到此地是最適合不過的啦 今天十二星座的跳酒 要帶你來南台灣 威士忌最多的店家醉俠 讓我們歡迎一下老闆 立群峰 吃菜 老闆你好 老闆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哇 我覺得老闆的名字好有力喔 其實這名字好帥喔 我感覺是像武俠小說裡面走出來的人物一樣 所以那個店名會叫最小是因為你的名字關係嗎 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喔 你請問一下為什麼你當初會想要開最小的這間酒館 根本沒有一樣出來 沒有 其實是因為當初威士忌太多 自己也因為跑其他各地覺得 覺得台灣 南台灣好像沒有一個威士忌酒吧 所以想說嗯 也開設一下 那至於店名其實跟我名字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店名的由來其實是跟我想說很愛看 成龍的電影 那成龍的電影叫什麼 醉拳 OK 那醉拳 醉拳的電影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所以就有這變化很大 所以現在目前店內的威士忌總共有多少款 目前大概差不多一千多款左右 一千多款啊 那時候在南部來說算是好處啊 喝到胃潰癢都還喝不完 所以我想說可能明天就會少 像桑一樣高 很多山叫群峰 很符合老闆的名字 對 海中博士用他名字去 對啊 群峰想要問一下老闆就是 今天會想要用什麼樣的威士忌酒款 那群是牡羊座呢 因為我們剛好是要拍攝 十二星座的調酒系列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用威士忌來 介紹牡羊座的個性 對 沒錯 就像老闆一樣 這麼熱情 才有辦法提供一千多款的威士忌 因為要夠有力 因為我今天為大家推薦的威士忌呢 是從牡羊座年輕到中年 當然我還沒老年啦 對 那其實就是經歷的過程 所以會有不同的酒場 老闆是牡羊座的喔 對 我本來就是牡羊座的 哇 那今天來介紹這些 剛剛好 牡羊座本來就在這裡 希望老闆等一下不要打我 我好期待喝酒喔 想要喝酒不用錢 你最開心了啦 我今天有帶零錢 就提供刷卡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的第一款酒呢 是我認為代表牡羊座年輕時候的 喔 那這一款是拉佛格 那它只有12年而已 那是我跟日本的進口商一起合作的 那我認為這年輕拉佛格的酒款 可以代表牡羊座的黃旺啊 刺大 但也代表它的衝勁啊 所以希望你們兩個可以一起試試看 好 我最有衝勁了 老闆倒的比較好喝 那老闆會倒比較多 沒關係 不用錢 火機又賺到了嘿嘿 老闆不要這麼多 不要這麼多 少一點少一點 沒有這杯是我用這個 它有一種桂花的香氣 那它就是泥梅當中夾萊子的果香 那有一點點果香 那你在入口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它像奶油般包覆在舌尖的感覺 因為其實有一點點泥澡啊 泥炭啊 也是拉佛格的傳統的料性 那這一款年輕拉佛格 它的尾名有相當的持久 我覺得它的甜度還蠻高的耶 對 它其實有一點甜甜甜甜甜 鮮甜的味道 我在想啊 如果老闆斷一盤生蠔出現的話 應該會更好喝了 應該會更好喝了 今天有帶錢嗎 欸 小卡 不可以假工智...那個智熙 假工智熙 假工智熙 你廣東話喔 欸 這個酒真的還蠻好喝的耶 那我們下一款介紹什麼 而第二款酒呢 我希望為大家介紹的是波摩 那這一款酒呢 是波摩的29年 也是我幫高雄在地的社團 以及澳洲威士忌酒吧一起做連選的 那我認為有一點年紀的 歷練的浮羊座呢 也是蠻適合這一款 它帶有一點煙燻 那入口它也是有點果香 那我認為煙燻跟果香 後面又帶出一點皂味 是蠻平衡的 也適合三四十歲的羊座 有些歷練在 歷練 歷練不好意思 一定是被你感染的 那歷練之後怎麼羊座會比較成熟 欸 歷練之後我們羊座是蠻成熟的 我個人認為 那因為這一款 有些人是不喜歡波摩的皂味 當然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尤其是皂味是在尾巴後面的 我也要來歷練一下 那一開始聞是煙燻感蠻重的 沼澤類的那種味道 不是耶 其實很多人在講波摩的皂味 搭飯時是肥皂的味道 它有點沉 但是不是那種太沉的感覺 香氣有點奔放 但是喝下去之後呢 感覺會有點 熟南的味道 會有點內斂的感覺 所以我們Q也還喜歡嗎 還不錯 那是酒他都喜歡 對啊 欸欸欸 我還是有Sense好不好 這關幫他結帳 好 謝謝Q到 好 可以刷卡 那個牆壁先幫我畫一下 好 那我們下一款還有嗎 當然有當然 你們都來了 今天老闆真的太大方了 一千盤酒然後介紹完了 這不是大陸巡奇耶 老闆 所以有老人家的牡羊座嗎 有有有有有老人家 我最喜歡老人家的牡羊座 老中青三代今天都喝到了耶 所以有願望今天再醉俠一次滿足耶 聽說你們家的花椒雞也蠻好吃的 你有加酒嗎 欸我覺得這一趴可以先跳過 不過怕大家都來吃嘛 大家都不來喝酒 那為你們推薦的第三款酒呢 我跟日本酒吧一起連選的 那這一款酒是來自於 滴滴的Little Mew 那這間酒廠現在也不在了 就燒掉了 我認為會推薦這一款 它的香氣跟喝的味覺 都是達到一個很細緻的狀態 也希望你們可以享受這個慕食料性 當中又帶一點點巧克力 又有一點細緻的哈密瓜的香氣 我認為這是經過一些風波啊 又學習到很多東西的母羊座 苦盡甘來 沒錯沒錯 但它一點都不苦耶 因為你說哈密瓜的味道 我就想說應該是非常甜的 是有點哈味 它的哈味其實是在後面 那我要把今天所有的力氣 都放在這一支上面了 沒有問題 這一罐 來啊這一杯 等一下它刷牌 好 它的香氣就有一點 瓜果類的那種味道 它瑋瑜真的有一種哈味 Ritomu其實它的調性 比較偏向於青草跟瓜香味 可是像我們一般喝到滴滴的威士忌的話 非常少喝到 那滴滴有什麼特色 我認為Single Mew的特色 其實是講白的比較細緻 會選擇Litomu它其實是因為 它是二次蒸六嘛 最早之前它是三次蒸六 那後來改了二次蒸六 改了二次蒸六之後呢 它的味道其實存在於青草跟瓜香味 其實第一大部分是 古物威士忌偉多啦 其實比較特別的是 一般Litomu不太會帶有木質料性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女生都喜歡腦男人 因為就像這瓶酒一樣 就越會越順利 腦男人還是腦司機 你腦袋裝水啦 我只裝威士忌 記得刷槓 這瓶哈味的威士忌也不會想要 你最近額度不夠不好意思 所以老闆你今天最喜歡的 會是哪一款威士忌呢 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 這款Litomu不夠 跟我一樣 英雄所見月桶 唉 你這樣沒Cue到底 你不要給自己擦擠好不好 哈哈哈哈 有個人還是很喜歡的 哈味的 而且這款也可以同時推薦給女性 好啦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徐鋒哥 來幫我們介紹這三重威士忌 而且老闆都是會萬中選一 幫你挑選 你喜歡喝的威士忌喔 看你要老男人、老女人 還是小煎豆 全部都有喔 那我們 下回見 你在幹嘛 打醉拳喔 打醉拳喔 你是穿出熊貓吧 唉唷 難得說我穿多寶 我是說你的身材 你穿熊貓 去 好啦 喜歡我們影片的觀眾朋友 記得 訂閱 按讚 加分享喔 那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會不立即收到我的簽名照喔 嘿嘿 好 欸 叫他等一下 你還沒有付錢啦 我會不會